杀戮玉皇殿参拜 顏寬恒神情凝重 站在旁边的是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妈妈 顏寬恒不时跟柯妈妈讲悄悄话 拜完更立刻上前参扶 礼数作主 难不成柯妈妈是特地到台中力挺顏寬恒吗 嘴上说是巧遇 却不忘夸赞顏寬恒很实在 但光是杀戮就有将近50间庙 实在也太巧了吧 事实上柯妈妈人早就先抵达公庙 但却没有先参拜 而是到休息室串门子 颜寬恒突然出现 柯妈妈看起来也没有很惊讶 两人立刻话家常 还直接降到选举 对中二立委补选情势 似乎很有掌握 颜寬恒还为了柯妈妈改行程 一起吃午餐 并不忘发出采访通知 当着颜寬恒的面 柯妈妈说没有要挺 但合照时用手势相挺 比五号笑得很开心 虽然柯文哲也强调是巧遇 但网友大酸 这种巧遇操作真的很恶心 要挺就干脆点 是在侮辱选民智商吗 现在根本是黑色白色一家亲 更有网友拍影片哭手 白色卫生纸碰到黑色墨水 也会变黑 但柯妈妈很会巧遇 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8年绿白分手后 柯妈妈被直击 和新竹市长林志坚巧遇 同框参拜 被解读要替儿子 和民进党修补关系 2019年也汉要选举的 陈思雨不起而遇 如今这场拜拜便站台 是不是替儿子视风向 恐怕只有当事人心中最清楚 三选林凯军中 柯军周凯综合报道